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执接地体安装 主接地网辐射 焊接 主接地网防腐 隐蔽工程验收 接地沟土回填 设备接地安装 接地标识 接地网试验 施工准备 对到达现场材料的规格 质量 外观等进行必要的检查 同时必须具有出厂质保资料 接地沟开挖 根据主接地网的设计图纸 对主接地网辐射位置 网格大小进行放线 接地沟开挖深度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垂直接地体安装 垂直接地体加工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垂直接地体安装的间距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主接地网辐射 焊接 接地体埋设深度应符合设计规定 当设计无规定时 不宜小于0.6米 钢接地体的搭接应使用搭接焊 搭接长度和焊接方式应符合规范要求 1.扁钢与扁钢连接时 搭接长度不小于扁钢宽度的两倍 且至少三个棱边焊接 2.圆钢与圆钢连接时 搭接长度不小于圆钢直径的六倍 接触部位两边焊接 3.扁钢与圆钢连接时 搭接长度不小于圆钢直径的六倍 接触部位两边焊接 同接地网采用热溶焊方法 正式施工前需进行焊接试验检查 热溶焊焊接要点 对应焊接点的模具规格必须正确并完好 焊接点导体和焊接模具必须清洁 焊接前应预热模具 模具内热溶剂填充密实 点火过程安全防护可靠 接头内导体应融透 保证有足够的导电截面 同焊接头表面光滑 无气泡 建筑物内的接地网采用暗敷的方式时 需在适当的位置留有接地端子 主接地网防护 焊接结束后 首先应去除焊接部位残留的焊药 表面除锈后做防护处理 镀芯钢材切断和在新层破坏处 也应进行防护处理 隐蔽工程验收 接地勾回填土前 必须经过监理人员的验收签证 同时做好隐蔽工程的记录 接地勾土回填 回填土内不得加有石块和建筑垃圾 外取的土壤不得有较强的腐蚀性 回填土应分层夯实 设备接地安装 电器设备的接地应以单独的接地体 与接地网相连 不得串接 两点接地的设备 应引致不同的接地网格 接地引下线 工艺美观方向一致 设备各部件的加强接地 符合规范及设计要求 工艺美观统一 金属围栏应可靠接地 栅栏门的角链处应采用软铜线连接 接地标识 全锁黄绿接地期的间隔宽度一致 顺序一致 集中接地 有区别于主接地的标识 接地网试验 公屏接地电阻的测试 符合设计要求 点对点测试符合要求